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肘茜茜 wider R 現在說韜韜和韜韜的差別 當中它主要的點進入月 韜韜的狀態比較短,花瘦就比較明顯 韜韜的狀態比較短,會還比較好到 花瘦時間就沒有 魚文的部分比較像好溫 韜韜的魚文比較悠 韜韜的魚文比較快、多 韜韜的鐵型比較背底 韜韜的鐵型比較細長 真的要看比較短的,才會分得出來 酒球的中文和名字叫吉春 中文名字叫吉巴春土土菇沙瓦拉 英文名字叫卧富 日本名字叫卡末茲沙瓦拉 名字叫阿克里人赤林索蘭杰 有些酒球的叫做吉巴土土 因为这两种鱼生得很生性 就像刚才说的两种差别 我是说乡乡一看 有时候还真的分不出来 两种鱼都是青蛤的鱼状 不过没感受 普通是买家乡 不过就叫是赤白鱼 虽然生得很生性的 不过价格差很多 台湾的鱼状价格差分为 一七到五七 普通是五七的鱼状 就叫好像三七而已 是中鱼状 因为价格差 又生性 来有鱼犯了 很厉害 加上市民中 还有很多是切好的鱼犬 看不到头部的鱼状 只能看鱼的温度而已 如果没有特别注意鱼的鱼状 就容易去用鱼状 而且鱼犬划过 切到不够鱼犬就会慢慢退掉 如果切片鱼状 这样就会越败分了 应该也有人问 偷偷是高级鱼 为啥鱼犬去做鱼犬呢 这就是做生理的策略了 鱼犬的偷吞都是静靠领动 沾地都在印度海 非洲 不是台湾鱼犬的 都是大量静靠的鱼 才可以熟熟的鱼 不然是鱼犬的偷吞鱼犬 炸就超过200块 同样叫做鱼犬 还有日本的美加村 也叫做美加仙 另外一种是台湾美加村 也叫白白鱼 两种都跟白鱼犬 有很大差别 也比较好分 美加仙跟白鱼犬 都是分点的鱼犬 只要跟鱼犬的鱼犬 就很容易分鱼犬 如果是切鱼犬 黏洞 不是很好 这样要怎么分鱼犬 要找实验的又有信用的鱼犬 我就要找鱼犬的鱼犬 保证都是陷阳 不过就没有保证钓鱼犬了 这片是在台湾鱼犬 所以还是回来说鱼犬 以我这种台鱼的菜脚来说 鱼犬这种鱼犬很好鱼 辛苦没什么人 就不不一点牌而已 其实切鱼犬是最方便 不过我找到的鱼犬 实在太小了 切鱼犬会太厉害 所以还是用三模一切换 不过鱼犬 这条鱼应该不用两分钟就处理了 这条鱼犬的鱼犬 这条鱼犬的鱼犬 虽然没有脱鱼犬 不过同样是白马鱼犬 不过同样是白马鱼犬 丢到的时候也要找水汤来放火 对我这种会行准的人来说 真正是天宿 不过去鱼犬 不过去鱼犬 不过同样的鱼犬 不过去鱼犬 不过去鱼犬 九九是白马鱼 所以没有黄马鱼的火草味 我家已经不能出现黄马鱼的料理 出现的就是表示我要自己吃掉 所以如果有黄马鱼在家 我都要做鱼犬 三条 九九为鱼犬 鱼犬、煎、炖、鱼犬都很适合 来看会有料理吗 不过白马鱼已经算料理建讨的短片了 只要不要放鱼的时候 几罐落下 还是料理跟炒火炸 刚刚放大火的火烧厨 基本上都可以外来看的马鱼犬 刚刚在你家煮菜的那个 说到这些肉体后 众米又不来传传的 来保评估计 没有鱼都叫人丢了 哈啰啰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留言 那接下来由于是农历过年 然后怪肉山丘也会有一个过年感谢季 接下来会一直到元宵节之前 只要在影片的后方有亮一段影片的话 我们都会做一个抽奖活动 会从留言中抽取一名观众 然后作为红包的发放 参加的办法呢 请在下方留言说 订阅、按赞、分享、抽红包 只要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订阅、按赞、分享、抽红包 你就有资格参加这次的抽奖活动 我们会在每一支影片抽出 上一支影片中的得奖者 然后作为红包福袋的发放 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不要抽过咯 那过年的活动就开跑咯 好咯咯 我们来抽出上次 这是狡猫大鱼苏死战这一集的福袋 我们将网址特遇过了 我小帮手上 然后只要你有留言、订阅、按赞、分享、抽红包 然后你就有机会抽到这次的福袋咯 我们抽出一人 吴华 吴华华吗? 还是吴华华? 华华? 华华,恭喜你抽到这次的福袋 那麻烦你把你的 收件人的 姓名、电话、地址 然后有地区号 然后证明一下这个账号是你的 然后寄到我的信箱 记到怪兽三丘的信箱 那我们就会统一在元宵之后 以并把所有的福袋寄出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还有最后一集 最后一个福袋要送出 那如果想要抽福袋的话 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咯 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请在活动影片下方留言 订阅、按赞、分享、抽红包 而且不要忘了 你一定要订阅、按赞、分享咯 再麻烦你咯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